就是因為我教女朋友說 也沒有瘋狂的行為 有過一段時間不講話 為什麼 就是小朋友 可以講嘛 有些要加有些不加 哇靠 吃個飯而已有那麼多毛病嗎 對啊所以 跑跑腿正常的 南山精神就是 學弟尊重學長 學長照顧學弟 高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教練 跟整個球隊的一個文化 可能就是你在這邊三年以後 那會讓你 我覺得會有執著吧 然後再就是說 你會覺得教練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在可能對有些球員來講 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小段 但是我覺得 你能做好這個崗位上的 一些教育上的意義 然後那時候教練 對我們來講就是 黃教練來講玉樹林峰 留個小鬍子 就是很紳士 很紳士 然後罵人他有的是 就是會那種 很有文學氣氧的在罵人 然後郭老師嘛 然後假教練嘛 還有那時候邱順毅老師 其實就是他們 給我們看到 體育老師跟教練的 這個形象 這個model是很令人尊敬的 對 但那時候我們還小 不會想說 這個工作可以賺多少錢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就是說 你會很尊敬這份 這份在做這個工作的人 對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南山其實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 大家都按部久班 腳踏實地的進行 我覺得南山是 從小到大其實給我們 滿好的傳統跟觀念 滿有家庭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的學長 其實都滿照顧學弟的 所有南山的球員 不管你在哪裡 其實都互相照顧 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學長學弟之間 其實都滿互相能夠合作 跟互相幫助的 因為我們不能跟 校內的女生 有就是所謂的情書啊 不可以有接觸 那是有規定的 對啊 可是我還是有常常看到 有人在遞那個紙條這樣子 沒有被遞嗎 沒有啦 我沒有被遞啊 太認真練習了 等一下 群哥沒有被遞情書 我不相信 沒有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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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不是偶包啊 真的沒有 我真的可能太認真在練習了 我真的不知道 在校的校隊嘛 他都有規定啦 還是跟就是不要交女朋友 教練有特別講 不要交女朋友 然後盡量不要跟學校學生 有太近的那個接觸這樣子 對 所以你們都很聽話 很聽話啊 當然 我們要拚成績耶 南山高中耶 我一去就掉八強以外 氣死我 我大概 我以為我走錯學校了 第一年耶 第一年耶 第一年就跌入八強以外 我就跟我那同伴 同學說 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這樣子 還是我們害的這樣子 馬上後悔 差一點啦 差一點啦 其實我們以前 教練沒有很嚴格 那時候那時候就有耶 那是因為他們後來的成績 比較 差 所以你們其實沒有被規範 我們家人其實對這方面 跟郭老師那時候 對我們這方面 沒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他會希望說 我們要專心打球 他沒有嚴格去控制我們說 你可不可以交女朋友 這件事情 當然還是會有很多女生 會當然喜歡籃球隊 多多少少會有人 會有表達你的 但是地情書好像沒有 因為我們還是可以跟女生很多 溝通講話 我們不是像他們現在是自己 上課嘛 我們那時候是跟 我們有籃球隊 有女籃隊 我們就在一起上課 所以男女生結束還蠻頻繁 並不會那個 會不會有 會走在你校園裡面 然後女生就會 後來去找你 講話那種嗎 就其他班的那種 偶爾不多 那時候民風保守 我們還在 我們還在一個很保守的年代 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沒有太瘋狂的事情 不會啦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也沒有交女朋友 交女朋友 有啊有交女朋友 有交女朋友啦 就是因為有交女朋友 所以沒有瘋狂的行為 這 應該 多多少少吧 我 也不是偷偷偷 我們當然會說不好 對 但如果沒人看到 我們當然就是會收下 對對對 那時候有偷偷交女朋友嗎 哇 確定 確定 奇怪 這不該不是說什麼 四強的教練怎麼 怎麼有點憨 我想一下 沒有啦 就是 有在聊天的朋友啦 就是 那時候賈 賈凡教練來帶的時候嘛 然後我不知道 我忘記 應該是我有跟一個 女生 還沒有到真的 有什麼結果 但是就是在互動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練完球 晚上有一個空檔嘛 然後吃飯時間 然後可能十點才回來 然後那中間這段時間 就跟他約在那個四號公園 四號公園 然後 就是出去嘛 就聊天之類的 然後還被賈凡教練看到 然後回來就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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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只會很厲害 練完球 還有力出去 對啊 那時候被他抓到 因為他剛好 賈凡教練 有住在那附近 然後剛好被他遇到 然後說他看到我 然後就被遇到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就 那時候可能 賈凡教練剛來帶吧 剛來帶就比較 沒有特別去要求 對啊 但是後來那個女生 我沒跟他在一起 在南山其實我們覺得 比較有趣的應該是 因為我們早上都要去跑 跑山 因為 教練不會跟著跑 那當然有同學有 就是坐公車到山下 然後 再回來 然後用水把自己淋溼進來 其實很多 蠻好笑的事情 我沒有 所以我可以打這麼久 比較早退休的其實 比較早退休的 沒有我們同學都在 在 在 就是把零錢 塞在鞋子裡面 因為出去我們要坐公車 也有同學在 就是跑到一半 在早餐 躲在早餐店裡面 反正就是去回 他一定不能 他一定不會是第一名 他就是後面都沒有 跑過他再慢慢的回來 找水把自己剖施 那是我覺得在南山一個 蠻好玩的一個回憶 就是說 因為當然每天早上都要去跑 其實蠻累的 然後當然每個人都會有 屬於自己偷玩的方式 那你偷玩的方式是什麼 我自己偷玩的方式 沒有 就是跑慢一點 跟跑快一點 上去的時候 其實 那教練就會問 就會問說 那麼常跑圓中式 他就問說 圓中式上面 有兩隻是什麼 如果有一天看到他 你問他 圓中式山上有什麼 他不一定回答得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室內場地 然後我們都去中和高中 借場地練球 然後黃教練那一天 就有在練 他們訓練都很累 那時候高一吧 不知道應該是跑籃 還是快攻的時候我就扣籃 然後黃教練就說 是誰把籃空降低 然後全部學長都來笑 因為那時候就是 爆發力也沒那麼好 然後高一剛接受訓練沒多久 就做這個動作 然後黃教練就 就是很嚴肅地去開這個玩笑 然後大家都不敢笑 然後每次我們上下界的都提到這個事情 紫薇喔 哇 我想一下 我記得他好像是洗衣服的時候就很龜毛吧 還是潔癖 好像那個熊寶貝一定要加到很多很多 你就是在宿舍 當你聞到熊寶貝的時候 就知道紫薇要拿衣服進來的你知道嗎 對好像是這樣 有一次練球 就氣喘發作那件事情 我就氣喘發作了 然後不知道是叫一個學長還是學弟 我忘了 那個球員就神經有點大 紫薇就請他幫忙拿那個噴劑 氣喘專用的嘛 然後他 他去地下室拿 就宿舍拿了之後 結果拿上來是一罐髮 然後紫薇已經在氣喘了 所以 所以每次都提到那個人 覺得怎麼會有那麼甜兵的那個 但我們曾經有過一段時間不講話 為什麼 就是 小朋友 那有什麼事情啊 對啊 反正你問到其他學長 他們都會知道 我跟他有一陣子都沒講話 高中畢業之後吧 然後每次他們都開我玩笑 小朋友嘛 你鬧我脾氣 應該算吧 應該有好幾年了吧 對啊 然後後來就大學畢業稍微好一點 那是誰主動破兵 也沒有誰主動啊 就是沒有再提那些事情 然後也沒有就是在講 就是兩個人就會互相約啊 對啊 看不出來咧 南山晚上就是會鎖起來 裡面會放狼狗在尋 尋校園 然後就有學長叫一個學弟去倒垃圾 故意叫一倒垃圾 因為垃圾好像很遠 中間會有狗 那個狼狗會追你 追他 然後後來他一到垃圾 他就跑 他就跑到藍光上面 等那個伯伯 伯伯來救他 真的狼狗真的追耶 他是真的追你耶 他就是警犬那種啊 好可怖喔 真的他就維護校園的啊 因為我們是住在那個 三樓教室嘛 那我們下來其實 那時候其實晚上都鎖 除非你有特殊狀況 然後你可以 因為你只要一開那個鐵捲門 其實狗狗他就知道 他就會來 他一到他就開始跑 那學長為什麼要叫他去 不故意的啊 故意的啊 玩他一下 就讓他跑一下 那真的會怕那狗狗 那狗狗還滿兇的 其實都在 都在哈拉打屁啊 因為那時候 不是像現在手機那麼的多 其實就是學長學弟互動 就是一直會在幹狗 一直在開玩笑 就是一直在講話啦 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在宿舍喔 如果你沒在聊天的話 你可能就是 不然在洗衣服 不然洗澡 要不然就在睡覺 真的很無聊 但是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很有趣啊 像我之前那時候 因為我國二國三就來了嘛 我記得志群那一屆 有兩個學長會講夢話 他們在講夢話的時候 他們在夢中對話 他們每次在吃飯的時候 都會聊到 就是我們學長類似說 類似說球場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是四排嘛 一排六個 一排一排一排 大家通通 第二排的學長在講話 後面學長那邊就要回應他 因為我們有睡比較晚嘛 後來就隔天問他們 你們有講話嗎 沒有啊 我們在睡覺啊 然後 沐浴爐啊 那些人其實都要藏好 衛生紙比錢還要更重要 因為我們有一個衣� 一打開如果看到那個衛生紙露出來 你可能過一下子再回來 那整包衛生紙就已經用光了 對 所以在那個宿舍 衛生紙比錢還要珍貴 然後洗衣粉啊 洗髮精沐浴這種都要藏好 你知道嗎 不能放到那種很容易被看到的地方 或是你上去洗澡 如果你忘記拿下來 等到你要再上去 你就直接回收了 我跟他好的是因為 高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抽筋 你沒有辦法幫球隊拿冠軍 你在哭 有一個人就一直在摸我頭 一直這樣嚕我頭 你知道嗎 就是安慰你 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有點大力 就這樣嚕我頭嘛 我一抬起來看 喔 那是楊哲 就是楊哲宜嘛 就是大學長楊哲宜 一看到我還是繼續撇書 一直撇書 我是從那個時候才說 喔 學長好 人好好喔 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他有點 有一點這種 在SAM的那種你知道嗎 體力那麼差 還在那邊抽筋這樣子 有點感覺你知道 對 學長要照顧學 真的很自然的啦 我前面幾屆是真的蠻嚴格的啦 這是南山傳統啦 對啊 肯定會啦 譬如說按摩啊 不然就是買東西啊 或是被罰趴著啊 我們這一屆高一 會面對到高三嘛 高三都是學長 我們這一屆 就我看應該是我面對高三學長 最多的一屆好像有13個 每個學長都要顧到啦 只要有一個學長 不高興就會 就會處罰啦 像我們一年級的時候 就有被學長罰 每節下課十分鐘 就要撐在那個 洞樓摸制 然後二年級站在我後面 然後全校就是很多學生 就會這樣一直看著我 我忘記我們犯了什麼錯 然後我就被學長這樣罰 一整個早上 就是一下課 你就要在那邊撐十分鐘 應該要幫忙洗衣服啊 對啊 類似這樣這樣子嘛 對 這個比較多啦 其實說欺負 倒不會說有啦 因為其實一屆可能七八個學長 其實有些也是有爭議感的嘛 他也會說不要這個樣子 所以頂多就是跑跑腿啦 買買東西 因為以前我們晚餐是自理 就自己去買 所以學長就當然練完球 洗完澡 他當然在宿舍看電視吹冷氣嘛 他就會叫學弟去買嘛 等一下就要去買 而且你要記得很清楚 你看這時候你要有 就是這個人家很厲害 你會記 因為三個學長叫你買 不能買錯 有些要什麼 對 類似這樣這樣 然後你要吃滷肉飯 不要小黃瓜 以前不就那種 那個黃色的小黃瓜 有些要加 有些不加 吃個飯而已 有那麼多毛病嗎 我們學校就是 就是非常有傳統嘛 一個系統去經營嘛 其實南山能夠這麼久 然後培養很多選手嘛 那教練嘛 其實我覺得很替南山感到驕傲啦 然後我們也盡量去秉持這樣的 南山的傳統去做這樣的事情 去做教練啦 那以前教練其實對我們蠻嚴謹的 訓練都是很紮實的 那其實有時候跟這些南山的學長們 或者說就是現在很多學弟也開始當教練 就是說去交流 其實感覺到 其實南山就會互相幫助啦 那我覺得這樣的氛圍其實算是還不錯 我們從高中出來大家的體系很像 然後到大學後我們帶領球隊的方式 其實也都還蠻像 因為球隊陣容的狀況去做一些訓練上面的調整 但是我覺得我們對球隊的一些堅持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還蠻像 因為蠻驕傲的啊 就起碼出來的教練都是自己南山的學長學弟啊 對 那我想啦 也是剛好學校他培養我們在打球的過程中啦 也培養到我們很多的一些品德 跟一些我們思考的一些邏輯上面的一些想法 然後讓我們在未來可以接觸到 不管是教練還是什麼的行業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可以進入到那個狀況啦 我也覺得很妙啊 南山怎麼在高中啊在大學啊很多很多教練 有好多個群組啦太多太多群組了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是我們這一屆的 或是然後可能上下屆的 然後可能有一些比較會喜歡聚的聚在一起聊天的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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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教練他們那一批上下屆的有腳踏車嗎 我一次都沒去過 因為我沒有腳踏車 對啊 這個是他們在裡面在念的啊 就是說 對啊你有事的時候你就會在那邊講說 大家喜歡好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這個時候才會出現 我說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還在群組裡面 他還是沒有把我踢走吧 那當然有時候聚一餐 小酌一下這樣也有嘛 因為我們就是太好的幾個幾個學長學弟嘛 雖然大家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 但是有空啊過年啊 我們都會約約看說找個時間來聊天嘛 那聊天的時候如果你們在旁邊 你們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你像都在講那種當兵的事情你知道嗎 男生就是為這種這種讓女生詬病的 對 就是如果你跟我們聚餐 聚餐五次 我很想那個 七八成都在講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旁邊如果是 不是我們就是 球員或者是男生 可能是有時候帶老婆啊太太去 他就怎麼又在講你知道嗎 就很無聊 你就是變成就是說話 就是會講以前那種革命情感的時候啊 那因為大家好像都是 都從事老師跟教練的工作還蠻多人的 那我們如果到一個地方比賽 其實大家就會 男生的約出來約出來 就算我跟他沒有在高中遇到 他小我很多屆 但是很奇怪 我們男生 這個是大我們七八 欸學長好 你就會覺得就是 很奇怪 我覺得男生就是一個很特殊的魔力耶 然後小你很多屆來 他也知道你是男生畢業的 他都會學長好 對啊 那其實就是說 在其他行業的也有其他學長嘛 其實有聽到男生的他都會特別照顧 那我們剛才講說需要幫忙的時候 這就是一些社會資源吧 日群啊 吳立委啊 洋教練啊 假教練其實因為我們 都還算是在教練嘛 我們就會去 吐吐苦水 吐完以後他們可能會跟我分享說 他們怎麼去解決 所以像你跟威哥這麼好 然後他們沒有拼到四強 你會傳訊息安慰他嗎 不會 我覺得近在不言中 我會說好球 明天加油 就是傳奇就是可能看比賽怎麼樣 或者說我們有個群組 然後大家說明天 志群跟威哥要對決了 學長讓學弟啊 就是開始在哈啦這樣子 大家就會開開玩笑 我跟志群啦 只會會比較近一點 因為就是在高中有相處到 我們就說明天加油 他會說可能那時候 確定沒有四強的時候就是 就加油明天再來 他可能就傳個圖 人就知道那個默契在嘛 對 那可能到時候 泡麵的時候再虧一下這樣子 喝酒的我就沒辦法 喝酒的 因為他們都會知道 我不太能喝 所以就比較不會找我 就這樣吧 對啊 對啊 就是像上次 關鍋老師信聲 在前一年 有一年啊 不是90歲那一次 然後我就 躺在那個餐廳睡著啦 對啊 然後 然後他們都給我拍照 對啊 現在還有照片嗎 好像還有吧 我要找一下 他們之後 所以我喝酒的局 通常不會 我不會出現 群 志群一定是 酒精的那一群 群組 那只會是不太喝酒 然後 然後那只會 偶爾會騎一腳踏車 或是偶爾會騎一腳踏車 那酒精的我也 我也會 蛤 頻率高 沒有啦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他睡在那裡 他常常 但是他喝完 他就是睡覺了 不會發言 不會 他比較屬於冷靜的那一種 既然他都在聚會上 我們總不能其他四個人 然後不理他 一個人把他忍耐 然後一個人坐在那邊幹嘛 他就是這個團隊裡面 他就必須要參與啦 黃教練生日 大會 那是開大會 那一吃要吃三拖 兩三拖的那種 好久 吃好久 都熱在其中 逮到機會 有的都有小孩了嗎 有家庭了嗎 哪裡都來了 逮到機會就 就要聚在一起